HELLO 大家好,我是Dicky 今天在我身邊的是一部DJI航拍機 今天不是介紹航拍機 好像標題這樣說 基本上我們是介紹一個DIY的小器材 講這個小器材之前,給一些未接觸航拍機的人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這些航拍機不外乎,是否DJI也好 都是不外乎用一個差不多的搖控器 去控制飛機的動態,控制飛機的拍攝設定等等 這個搖控器上面也會搭載著移動裝置 這個移動裝置可以是iPad 可以是一些無線電話 或者可以是一些不同品牌的Tablet 這個移動裝置基本上主要的作用是做什麼呢 其實因為飛機飛了上天之後 其實它有很多資訊傳下來給我們操控者知道 例如最主要就是 這個航拍機前面的鏡頭究竟是在拍攝什麼 拍攝什麼影像 我們可以以第一身的角度去看到部航拍機看著什麼 第二其實航拍機飛了上天之後也有很多資訊 例如它的高度、它的速度、它的穩定水平 例如航拍機和搖控器之間的一些無線電的強弱 或者是航拍機的電量等等 很多很多這些資訊 還有最主要就是一個GPS的資料 基本上所有這些資料傳回來的時候 它就會輸送上給這部行動裝置 它會作出很多分析顯示這些資料給操控者知道 操控者知道用它不同的系統 是很安全地操控它進行它的任務 或者是回來起飛點 但是很多用過這些航拍機的朋友 可能都會遇過一個情形 就是飛飛一下突然間 整個屏幕是眼前一刻黑了 什麼都沒得看 甚至乎是彈App 所謂彈App就是它DJI本身的App 突然間出去了 廢了用不了 這個情況如果我們遇到的時候 其實都頗危險的 大家可以知道飛行器在天 但是近乎我們完全不知道飛行器的狀態 甚至乎它究竟是繼續在飛 沿停 甚至乎是跌下來我們都不知道 那麼呢 其實導致到這個情形 基本上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可能是它們之間的無線電器斷了 第二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是主因 第二個可能性 是因為這部行動的裝置過熱 這部行動裝置 基本上它要分析這麼大量的資料 同時要處理一個高清的圖像的時候 它還要在一個這麼熱的天氣 三十多度的天氣下面曝曬等等 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絕對有可能是所謂死機的手機 我在兩年前其實做了一個小小的器材 要來令到我們的行動裝置 那個溫度可以保持比較低溫 讓它可以流暢一點的運作 我們直接去看看這個裝置 裡面包括一些什麼小零件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冷卻器的主體 這個冷卻器的主體 其實是電腦後面用的風扇 或者伺服器用的風扇 我選擇這個模特兒 它每分鐘是兩萬轉的 力量會比較強 而最高的輸入電壓是12W 這些風扇通常會連帶著一個電腦專用的插頭 這些插頭本身有四條線 因為配合電腦裡面有些感測器 可以控制風扇的強弱輸出 其實我們不需要這麼複雜 我們只需要接近紅黑這兩條線 其實是這個風扇的正負極 我選擇了這一種插頭 我自己做了一條電線 轉了這一種插頭 其實我選擇這一種插頭 是因為單手去拔或插的比較方便 其實我們就是把風扇安裝在大約這個位置 去不停吹著我們的移動器材 我首先貼了一個Gopro用的快插板 這個快插板其實是用過的3M膠紙 大家都知道這3M膠紙是非常穩固的 基本上想拔出來也不太容易的 接著我用了一些Gopro的轉接器 這個就是快插的扣 而這個快插的扣 上面這個位置是可以轉動的 變成我裝上去的時候 它的自由度會比較大 另外這個也是非常簡單 一邊是Gopro的扣 一邊就是四分之一的標準螺絲的粗度 接著我選擇的是一個很便宜的電話的扣 電話的扣 我把這三樣小器材組裝上去 就可以幫我安裝上去剛才的Gopro的扣 Gopro的普通螺絲 接下來我們只想要用一隻戒指 直接扣到手機夾的下面 手機夾的下面 有一個四分一吋的標準螺絲口 讓大家看看近鏡 可以讓大家看看近鏡 讓大家看看近鏡 接著我們只需要把風扇夾在手機的夾子裏 記得出風口是想對著平板電腦的 基本上不需要拆開它,不過這次是想示範給大家看如何組裝 基本上就是把快拆扣套進去快拆板 已經安裝好了 由於每一部平板電腦或者手提電話 CPU的位置,即是最主要發熱的位置都不一樣 而這個配搭,其實我的風扇是可以隨時調校吹的位置 剛才說過我用這個插頭,方便單手操作 而我選用的就是這些鋰電池 鋰電池本身的插頭是XT60 我其實也做了一條轉接線 這條轉接線,一邊是XT60,可以直接插入電 而另一邊可以插入剛才我們那條轉接線 基本上個人喜好,你喜歡用什麼插頭 其實只不過是正極和副極 現在我插了之後,它就馬上在運作 當然,這些電池也有去用完的一刻 究竟這塊電池什麼時候會用完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塊鋰電池有另一條電線 這條電線可以給我們插上一個迷你電壓顯示器 這個迷你電壓顯示器其實都是很便宜的東西 大約10元8塊是一個 它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可以讓我們設定了一個電壓 如果鋰電池跌到某一個我們設定的電壓的時候 它自動會有一個警暴響給我們聽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拔開它換另一塊電 這個方法可以確保這塊電池的健康 不會有過放的情況出現 現在在螢光幕看到的 其實它是輪流顯示每一小電池的電壓 然後它還會顯示整塊電的平均總電壓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何固定電池 其實第一個方法就是 很簡單用一條魔術帶 就可以很穩固地固定在下方這裡 但是我就趨向於盡量希望避免增加重量在我們的遙控器裡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側背袋 其實只需要穿在一條腰帶裡 我們就可以放在電池裡 和插上有關的連接線 連接線 還想提一提大家 這條連接的線 大家不要做得太長或太短 量度過的距離 其實足夠我們活動就可以了 因為太短就虧欠了我們的活動 太長又很容易卡到其他東西 造成一些意外 掉了一些東西落地 可能造成損失就不好了 大家選用這些插頭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這樣 其實可以單手 就已經可以拔和插 會比較方便些 今天的介紹其實到這裡差不多了 但是最後一件事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冷卻的風扇 我不是現在才做的 其實它計算今年的夏天 就陪了我三個夏天 在過往的經驗來說 它是非常有效 是幫我避免了很多的 黑屏和彈App 這個想法 希望可以分享到給大家 讓大家 都會飛得更加安心 和飛得更加開心 接下來的節目 我會給大家更多 有用的資料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 還有按鈴鐺 那你就可以容易知道 看到我的新影片 那... 好啦 今集真的講到這裡了 那... 下集見啦 拜拜 我們可以看到